好 桃園机场现在总计有5名的确诊个案 其中也包含了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现在这也让防疫车队的每一位驾驶 心里面这一度是浮现了忧虑 毕竟现阶段就是春节前返台的高峰 而初步到这月14号当天恐怕是高峰最惊人 一天入境人次会多达4000人 为此指挥中心也拍板了 未来将加强驾驶每三天 就要来进行一次PCR点测 尽管平时都在国内客 小方驾驶进出机场几率高 他说防不胜防 自保绝对第一优先 很多消毒啊 全部都进场 刚刚进来都要消毒 你们站在那边要特别 那边都有消毒机在那边 他有加入防疫车队的车才有 可是他有排班 然后我们他随时会抽查 你再往以后有没有做消毒 有了最新爆发小黄司机燃疫的前车之间 这要钱更要命 尤其春节前是入境旅客回国高峰期 根据定位资料民航局预估高峰将落在一月三号到十六号之间 约四点一万人次 尖峰日为一月十四号将超过四千人次 先前一应七加七加七政策 统计全台防疫计程车一共两千零五十八辆 淘云机场就在一千四百三十七辆将近十七成 旅客数依旧得消化 但风险强于无形怎么办 一时表示在搭乘防疫计程车过程当中 行李尽量还是有乘客自己来拿 这样子就能够降低跟司机直接面对面接触的几率 另一个部分就是在搭车过程当中 后座车窗务必得随时保持开启状态 毕竟在开空调情况下 难以风险可能会大大增加 一时将冠宇接着点出 也能考虑前座不开放 让后座变成独立系统 之间的PVC帘幕更是必须 机会中心更宣布驾驶每三天 就得进行一次生猴拖曳PCR裁减 毕竟每个疏漏都承担不起 站在第一线赚了没笔钱 都是用命在换 防疫警报响起 心中所承担的压力 无非是你我难以想象 好 当然现在要来追的是 可能的传染途径 指挥中心推测有两条可能的传播链 其中途径一就是由案17238 他行李转盘去工作时候被传染了 结果他之后搭交通车 又再传染给另外两名清洁工 而染疫之后 其中的案17230 因为是打扫停车场的厕所 推测是经由环境 再传染给防疫计程车司机 至于这途径二则是境外的确诊感染个案 先传染给司机 司机他再到停车场去上厕所 经由环境传染给案17230 紧接着搭交通车 又再传染给另外两个人 但是现在这两种途径 都是遭到了黄立民医师给推翻了 主要是因为他认为 其中三个人发病时间很相近 不太可能是互相传染 因此他推测了第三种途径 他认为这三名清洁工 应该是被同一个人传染 也就是三个人 可能已经是第二波传播了 至于源头 另有其人 现在还没被找到 无论如何 专家也再度集呼疫苗的重要性 同时也提醒大家 口罩一定要戴好 不必要的群聚 不要去守住社区防线 机场柜台全面消毒 一旁告示排电话亭 也全都不放过 因为国门第一线 桃源机场的染疫再扩大 除了案172310清洁妇人 还有另外两名清洁员 以及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累计四名本土确诊 原本怀疑四人之间 环环相扣 但专家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说有两个清洁工的发病时间 几乎只差一天 这两个清洁工人应该不是互相传的 那第三个清洁工的CD值 跟第二个其实差不多 所以有可能这三个清洁工人 其实是同一波的事件 在同一个阶段 他们上面还有传染源 台大儿童院院长黄立明表示 从疫调来看 机场这四个人发病时间相近 不太可能是四人相互之间传染 因为一般感染之后 要经过一段潜伏期才会发病 也就是说 指挥中心推测的第一种传播途径 就难以成立 在回头看案17230最晚发病 也不太可能是他传染给其他两位清洁工 也因此这三位清洁工并非相互传染 而是被同一人传染 可以推测三个人是第二波传播链 但问题是传染给他们的人 目前还没有被找出来 要小心的就是会不会在机场的工作人员 目前还有别人被感染 不知道 那可能身上还有带病毒 或者已经在前一阵子已经康复了 淘机群聚感染事件 比较可能是航站内有几位隐藏的感染者 至于司机也极有可能是被境外个案所传染 现在看来因为病毒基因定序都还没有结果 只知道传染途径有三种剧本 清洁副不见得是源头 隐藏的感染源成了后续追查重点 这台北走不到 四肯定芝士 一会儿的感染哥 看来 对 二听 感谢观看